大家平安 我是没在胡说的胡哥 今天很高兴又在视频上面跟各位见面了 今天我要讲一个主题就是和解带来祝福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主题呢 其实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到祝福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有一个我真实的听到一个真实的个案 这是一个牧师告诉我的 他说在几年前 大概应该有十年前 有一对夫妻 他们结了婚以后 因为夫妻之间难免都有不愉快 结果后来这个矛盾冲突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后来这个太太后来真的就 好像真的很严重的忧郁症 后来有一天 这个太太就是想不开 突然间就自杀了 自杀了 自杀以后 结果很奇怪的 就是这个先生 后来有一种奇怪的病 他就是常常会昏倒 常常会昏倒 而且那个频率非常的高 已经影响到工作跟生活 后来有一个牧者 知道他们的一个状况 结果就把先生叫来 他们就要帮这个先生 然后他就跟这位先生 就在上帝的面前 跟他过世的太太 当然他没有在现场 但是他们就在上帝的面前 正式的跟这个太太道歉 不管说这当中 可能也可能有这边 你对我对 可能都有了 都有一些 但是他就正式的道歉 而且这个和解的动作 很奇妙 做完以后 这个先生身体的这个问题 就改善了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主题 就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视频 让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和解 为什么要跟人和解 在圣经中 马太福音五章 耶稣曾经说 他说因此你在祭坛前 要献贡物给上帝的时候 你如果想到 有弟兄对你不满 你就该把贡物留在祭坛前 立刻去跟他和解 然后再回来 把贡物献给上帝 假如有人要控告你 把你拉上法庭 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 跟他和解 不然等到进了法庭 他就要把你交给法官 法官把你交给法警 关进监牢 我告诉你 你得坐牢 等到你缴清罚款的最后一文钱 这个版本是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 这篇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有一个人 他要去献祭 那献祭是代表跟上帝和好 可是耶稣说 你记得哦 如果你要去献祭之前 如果你想到说 你对不起别人 你伤害了别人 他说你赶快先去跟他和解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他就是讲到了跟人和解的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和解的时候 那只得公事公办 但是如果我们去和解的时候 这个结局就不一样了 在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 有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个浪子 这个浪子啊 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富翁 那他呢 因为交了不好的朋友呢 那后来在朋友的怂恿下 就怎么样 要分财产 然后他爸爸真的拗不过他 后来真的就把财产分给他 那后来这个浪子出去以后 跟这些狐朋狗友啊 花天酒地啊 吃喝嫖赌样样来 后来很快钱就拜光了 拜光以后 哇 他走投无路啊 到最后怎么办呢 就去放猪啊 其实对犹太人来讲 这个猪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 就是一般人远离这个猪啊 可是他真的迫于无奈 迫于生计啊 没饭吃了 只得去跟猪在一起 去放猪啊 甚至要想要吃猪吃的东西 可是在那一个瞬间呢 他突然他醒过来了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他突然醒过来了 他心里想说 我爸爸是大的 大有钱人啊 他是大富翁啊 那我今天怎么落的 这一个地步呢 所以他就想了 他说我要回去 找我的爸爸 然后要跟他讲说 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 你听听看哦 浪子的这个话 就是他特别的 他什么醒悟过来 特别有智慧 他和解的对象有两个 一个是上帝 因为他得罪上帝 第二个 他得罪他的爸爸 你看哦 就是上帝跟人 两个都坚固到 结果没想到 他回去的时候 他真的这么做 没有想到 他的爸爸 马上把他抱在怀里面 让他过去的一切事情 就过去了 而且恢复他所有的权利 所以今天 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记得 如果我们要得到祝福 我们要跟上帝先和解 我们要 所以当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个悔改是我们跟上帝之间 跟神之间的一个和解 但是还有一个部分 如果真的 如果有一部分人 我们是得罪人了 我们欠人的钱了 或者是我们伤害了人 我们讲话伤害了人 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伤害了人 记得今天我讲的就是这个 要回去跟人和解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我们和解的时候 上帝就解除制裁 来开启祝福 最后我要为大家来祷告 我也请神来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曾经讲话 得罪人伤害人 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伤害到人 我们有机会 我们去跟他和好 让那个制裁解除 然后开启祝福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个视频 告诉我们 我们要与上帝和好 我们也要与人和好 亲爱的上帝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我们都有可能说错话 做错事 伤害了别人 亲爱的上帝 求你来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有伤害人 甚至我们有欠钱还没还的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勇气 我们去跟人和好 让我们能够跟人和解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和解带来祝福 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 谢谢你 我们将祈求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 愿上帝祝福你 让你们有一个和解的人生 一个蒙福的人生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